总统所提出的市政书简的想法呢 就是要大家能够读繁体字 但是可以书写简体字 但是呢这个话一讲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反应两极了 简体字补习班当然是这些业者较好 但是呢抢救国文联盟 确实批评马总统是本末倒置 讲台上老师一个字一个字教中文 通通都是在黑板上先写一遍繁体字 再写一遍简体字 台下学生仔细记笔记 这样的简体字补习班 在2008年520后迅速爆红 斑斑而满 现在又听说马总统提倡市政书简 也就是要大家可以写简体字 补习班说乐观其成 但绿营立委张花冠大骂 这怎么会是台湾总统说出的话 这种行为我大概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荒谬啊 我觉得总统的职权很清楚 就是管国防外交跟两岸 其他的事物都属于行政院的事情 怀疑说你都是在卖台的时候 你还做这个读证书简的这一个政策出来 这个好像就是在做统一前的一个前置作业 绿营立委痛批马英九脑筋不清楚才会想出这种点子 抢救国文联盟的理事长 则说马英九这种提案是本末倒置 因为中国的觉得有些人主张要用用简 但是要示范 他们的主张如果变成是马总统的主张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马总统要大家都认识范体字 然后写简体字 是希望两岸文字能够多交流 但是场合和时机点也许太敏感 才会有争议